叔叔,呼吸呀 坦白说,我并不是一个人 从长期来一直想成为医生 但当我发现我选择 允许科学学研究的科学 我决定要进行科学 当学校开始 我其实感到爱上所有医生的医生 哈啰 哈啰 叔叔 不好意思,打扰你 你好,我的名字是Aileen 我就是医院的社区的社区 在社区的社区的社区的社区 在社区的社区的社区的社区 我们会参加各种病毒 所有病毒的社区 都参加不同的问题 治疗后的事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因为如果他们不能够照顾在社区的社区 或者他们不可以照顾他们的社区 他们会回到医院的社区很容易 一些人有关社区的社区 在家里面的社区的社区 在社区的社区 所以我们可以进入去看患者 然后我们参加他们到社区的社区 他们能够照顾他们的社区 嗨,您好吗? 在社区的社区 我会说是一个社区的社区 第一次听到医院的社区 然后从那里提到讯息 不过直接提到讯息 我们不可以跌倒的 所以你每次跌倒的时候 是因为什么,你知道吗? 好像你的脚突然间不辣 我们会向他们的语言 例如,那些医生 在口语中 我们会跟他们聊到口语中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 是我们会用了 《雷人》的语言 这些语言比较容易 理解他们的语言 我们会认识 那些医生 在医生的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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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会做的是 我们会联系 去询讯医生的状态 然后我们会教育医生 他的脚左边有一点重呢? 你要注意一下吗? 好,对 好的,再见 谢谢你,再见 每次医生 都参加我们的讯息 当然我们很开心 因为我们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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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们很开心 做什么 关于健康的医生